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首先就本节目的相关动态先做一个预报 那就是在何老板的指示下 也是根据广大的观众朋友的持续的热切的明确的需求 我们将来会把世界的中国首播放在平定天下那个频道 那个频道也是我个人独立去运作的一个频道 只要订阅了就不会错过 那么在其他的频道都会是录播或者是一些重点的一些花絮 所以请大家务必去关注平定天下频道 我也会用那个频道在本节目下方留言 大家点击那个头像就会到达的频道主页 然后点击订阅就可以了 小话少许 我们来聊聊二十大 说起二十大 真是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说来说去说来说去 说了N年终于发生了 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牌记者魏灵灵 又发布了一篇长篇报道 魏灵灵啊 那真的是我的偶像 每次报道非常的详实 非常的发人深省 非常的给人以启发 那么这一次 他的文章的标题就是 中国经济的前景和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定位 发生了矛盾 那总篇文章啊 讲的是有理有据有节 我把其中最重点的一些部分 跟大家分享 希望借此也让大家对整个经济的形势 对后面的五年十年 甚至十五年二十年 乃至整个中美关系 乃至整个海外华人的命运 海外华人应该如何安身立命 都有一定的启发 比如说 谈到经济指标的时候 那么在这之前啊 实际上习近平在2012年刚刚上台的时候 他的思路仍然是要做大做强整个经济 而且让国民生产种植在他任内翻好几番 当时他对私营经济和公有经济的这个发展啊 并没有体现出来更多的偏废 但是十年以后 尤其是在经历了2015年那个股灾以后 习近平变得非常的小心谨慎 变得甚至有点神经质 在他心目中 一切的重点都应该是一大二公 把重点的资源放到国企上 因为国企才是自己的亲儿子 私营企业这帮人啊 很多人都是白眼狼 都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那也都是从来不知道感恩的白眼狼 为此 他十年以后 整个的经济发展的目标 都要为政权的安全 政权的稳定 为长治久安 做准备 所以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发展目标 而是和所谓的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摆到了一起 貌似仍然是重点之一 但是大家看这个变化的话就知道 经济发展已经不是他的要务了 那说话说刚举目章 既然习近平内心深处已经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他的世界观 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都发生了偏移 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三观不正 这样一个严重的程度 那根据他刚上台时候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以及他想达到的目标 那他的这个政策班长做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推测 那就是要想达到习近平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在未来的15年内 中国经济必须每年都不能低于5%的增长指标 但是根据魏灵灵的文章指出 现在不管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 还是海外的经济学家 都认为5%已经不可实现了 不光是今年实现不了 而且在相当长的未来都实现不了 这其中有很多大牌的机构 比如说世界银行 比如说很多私营领域的经济学家 他们认为今年能保3%就谢天谢地 那明年在动态清零结束的前提下 能够反弹到4.5% 大家听清楚啊 这个前提条件是动态清零结束 这样的话经济有所缓和 才能反弹到4.5% 那这个预测能不能实现 我看也很危险 为什么动态清零结束不了 我看现在这个动态清零 要和病毒干下去这个决心 在共党的历史上 或者说在解放 在选择四人帮以后 在改革开放以后 只有两件事能跟这个事情相比 一个就是计划生育 另外一个就是打击法轮功 那真是持之以恒 千方百计 使出了吃奶的劲 最后怎么样 还真的办成了 当然对国家 对老百姓的生命 造成的这种损害 咱们先不去统计 不去聊这个话题 因为聊这个话题的话 恐怕再来两个小时 都做不完这一期节目 那这次动态清零 堪比那两次的运动 如果 结束不了 那这个经济4.5的指标 也是扯淡 但前几天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 新华社 人日 两大党媒 发出了警告 那就是动态清零 完全正确 必须继续坚持下去 在党代会的开幕式上 我看那个某个发言人 也在说嘛 必须坚持 希望就在前头 坚持就是胜利 从这个角度看 那动态清零啊 已经搞成了一个 旷日持久的运动 是不是要搞成 十年文革这样的浩劫啊 那我看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整个的形式 习的个性 习的三观的改变 国内外形式的变化 都让这个动态清零啊 一时半会儿 真的是结束不了 当然也有一些 更悲观的说法 比如说这个Atlantic Council 大西洋理事会 他们有一个啊 地缘政治的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啊 也在经济预测 和经济政策的研究方面 托付盛名 他们刚刚搞了一个啊 这个经济预测 和这个熔点集团联合搞的 他们预测 一直到本世纪中期 那就是2050年左右 中国啊 可能都要全力以赴 才能维持住 百分之三 这样一个年增长率 你看到本世纪中叶 百分之三 是一个比较切实的目标 那除非什么情况出现 能出现改观呢 那就是 政府啊 要出手去解决两个严重问题 一个是人口锐减 一个就是 Week Productivity 就是人均的生产率 生产效率要提高 这两个问题啊 都是直接跟经济 最后密切相连的 衰减的人口和生产效率 那在生产效率方面 很多专家啊 达成了一个一致啊 比如说 就算跟中国关系不错的 IMF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他们也预测 或者说他们已经统计出来 在过去的十年 在习的统治下啊 中国的 Productivity 就是生产效率的增长 只有0.6% 大家听着哈 6.6% 那就是千分之六 但是这和习上台之前的五年 达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五年是3.5% 大家看到没 习上来以后 把生产效率从3.5% 搞到了0.6% 这个差别啊 那真的是这个 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还预测 国营企业的生产效率 最好也只能达到 私营企业的80% 而且他们特别特别的 在盈利方面 很难盈利啊 这个创数方面能力非常差 哎 中石化 魏玲玲啊 这里这篇文章里面 有一个神来之笔啊 他把中石化和 埃克星美孚 美国老牌的石油公司 做对比啊 都是搞石油的 你看中石化 他有40万名员工 是美孚石油的 埃克森美孚的6倍 哈哈 是他的6倍 但是基于这样一个人数的统计 我们算一算 这个每个人产生的 效益是多少的 那 Texas 在德州的这家 埃克森美孚啊 他的效率啊 是 中石化的3倍啊 比中石化的效率高至3倍 那就是平均啊 这个美人 人家能够生产的这个 挣到的美金啊 是 中石化员工的3倍 但是 像中石化这样的企业 他肩负着啊 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任务 所以他就不能只算经济上 习就是在这一点上 开始转这么一个大玩 把所有的资源啊 把好的市场的这个资源 都给了这些国有企业啊 这一切都给我节目开始说的 2015年的那场股灾有关 那场股灾啊 肖建华这帮人搞的 彻底打碎了习的自信啊 习啊 不太自信啊 他自己经济玩不转啊 所以他就通过什么方法呢 我就用我自己相信的人 我就用对我比较忠心耿耿的人 我才比较放心啊 所以这个思路啊 就贯穿了他的政治经济 以及啊 相关社会治理方方面面的 这么一个决策 都遵循了这样一个脉络 那现在据花杰日报说啊 中国的国有企业 拿到了90%以上的债券发行的收入 就是只有国有企业才能发债啊 90%都被国企拿走了啊 这也是这个荣顶集团和大西洋理事会 联合发布的报告 披露的这样一个数字 那么中国的国民收入 人均国民收入 在去年啊 达到了一万两千五百五十六美金 这个数字啊 跟世界银行规定的 就是高等收入国家 那个最低限更接近了 那个最低限是一万三千两百零五 所以非常非常接近了啊 这个也是中共在努力的一个指标 那就是进入啊高等收入这个国家的系列 那么从总体来讲 中国啊 人均的GDP是美国的18% 当然比起2012年来仍然进步了啊 2012年的时候是12% 那提到这些数字啊 都是些宏观的经济数字 比来比去 我相信大家听的也有点啊 这个不太耐烦 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哎 威灵灵这篇文章里面 列举了另外一个数字 另外一个角度啊 这个数字啊 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得出来的 他算什么呢 他发现中国的劳动力里面 只有34%拥有高中文凭 这是到2020年的时候啊 这个数字啊 这个数字啊 甚至比很多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低 比如说墨西哥 阿根廷 土耳其 哎 大家听的有点奇怪吧 哎 你要觉得奇怪 那是因为很可能你生活在北上广深 出门都是高楼大厦啊 出门都是俊南美女啊 不是白富帅 就是高富美啊 但实际上中国的人口基数如此之大 他的劳动力人口里面有很多啊 就是那个民工或者说准民工 这里面高中毕业的人的比例啊 竟然都比墨西哥 阿根廷和土耳其低 这一点啊 说实话 既出乎我的意料 也让我觉得 哎 十有八九是符合事实的啊 那么根据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统计啊 高中毕业的 用功比例啊 这个劳动力里面高中毕业的比例啊 应该达到82%才比较正常啊 才比较正常 所以根据这个数字啊 这位斯坦福德教授啊 得出了一个结论 说中国啊 并没有把很多的资源投入到他自己的人民身上 说白了 就是这个教育水准不够啊 哎 你比阿根廷墨西哥 土耳其都要低啊 这个高中毕业的比例 所以你这种情况下 人均这个productivity 人均生产效率的下降 就可以想象 更何况你的宏观政策 又持续的在打击私营企业 而私营企业恰恰是人均生产率 效率最容易提高的地方 当中国继续走着这个政治挂帅的这条道路的时候啊 那各国的这个外资的投入啊 出现了巨大的一个动摇啊 那么美中商会前段时间对117家在中国运营的美国企业做了温泉调查啊 那么对中国的营商环境的信任度啊 达到了一个新地 大概有8%的受访的公司 表示他们已经把产业链啊 从中国移到了美国 同时有16%的人表示啊 已经把啊 运营的重点从中国移到了其他国家啊 8%是回了美国 16%是总体的把这个啊 运营中心啊 转出去了 16%啊 不少将近20%了啊 将近五分之一的跨国企业 开始啊 转移自己的运营重点 所以这一切都是经济上不太看好的 一个先兆 所以讲到现在啊 魏连连的这篇文章啊 他的最精彩的部分 我也应该给大家分享了 问题是后面怎么办啊 在二十大之前 各路神仙 各路专家都啊 对二十大以后 中国到底往哪里走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啊 明镜的节目里面啊 我特别欣赏的 是赫老板和吴强博士的这个对谈 那个节目啊 我每次都 都要反复听 因为信息量太大啊 听一遍啊 不一定完全能理解 而且吴强博士在聊天的时候 他那个严谨 信息的这个密度 里边的逻辑性 以及表达的精巧 都是无与伦比的 所以我听一遍啊 听不懂 只要听两遍啊 很多观点我都非常赞同 但是听了也有好几年了啊 听着听着 我这个水准啊 也不再这么哇 不再这么低啊 也渐渐的有了自信 对其中一些观点 也产生了部分的怀疑 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一期 这个何老板和吴博士的对谈里面 吴博士把现在的二十大 比作当年中共的九大 国内外局势也很相似 他认为二十大以后的局势 也和九大应该有所类似 为什么说有所类似呢 那就是九大之前 中国和自己的老大哥 苏联闹掰了 甚至爆发了局部的战斗 珍宝岛之类的 那世界上这个阵营 社会主义阵营自己产生了分裂 甚至开始动手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苏这个力量均衡 就面临一个巨变 在这个时候 这个老毛和老周 中南沈师多士 认为苏联既然靠不住 那一定得和美国搞上 你否则的话 让那两家联合起来搞我 那我真的就要死瞧瞧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九大以后出现了 这个中共主动向美方构合 也出现了后来这个尼克松 访问中国顺利成型 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那根据这个线条和脉络 我们来看一下 二十大之后 吴强博士的说法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专家这么讲 中方既然习近平成功连任 国家是自己的国家 社会是自己的社会 谁希望过穷日子 习近平肯定也不想过穷日子 那这种情况下 你必然要向美国言和 要这个共同的 再把经济搞起来 因为他已经不担心 自己的这个低位问题了 既然有初一就有十五 对吧 既然能连任一次 就能连任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乃至终身制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们得出了九大和二十大对比 以后 中方马上就要向美方示好的 这样一个结论 对此我深表怀疑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这个结构性的深层次的矛盾 没有解决 不但没有解决 还越走越远 那前段时间 就从川普时期 留下来这个问题 比如说 这个贸易战签订的贸易协议 这个贸易协议签了以后 跟没签一样 大家都不聊这个天 不提这个事了 所以当有记者在华盛顿问 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 戴小姐的时候 她的回答是 那个贸易协议还算数 同时 关税仍然是美国用来制衡中共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因为美国最关切的问题是你的经济结构 是不是像你当初承诺的加入世贸组织的那样 那就是正企要分开 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只有这样 中美双方才能在经贸政策上 才能走到一起来 刚举目张 刚既然不举目就不能张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看二十大习近平的发言 看看他相关的举措 再看一看 习近 这个魏林林今天的这个报道 我们都发现 中美两国 已经走到了两个插道上 近期内不可能再往回走 那你说习近平想跟美方示好 再多买点美国的大道 这都不是问题 钱不是问题 但是美国要的不是这个 美国要的就是你结构性的经济改革 但习在这一点上绝对不可能做出新的巨大的让步 所以美国在跟中共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以后 也学乖了 是吧 再傻的人吃三次亏总要长点见识 那何况美国是吃了三十次三百次呢 对吧 你说的再好 结果性的改革没有 上谈判桌 你没有筹码 所以我不认为中美在经济的关系上 能够出现什么一个突飞猛进的新的一个态势 那除了经济的这个问题以外 习近平最关心的就是要加大力度 全力以赴打造自己的核心产业 这个时候中共最看重的是AI 人工智能和chip这个芯片 为此中方真的是大撒币 这会儿我国内撒的也不少 撒了很多 但是效果极其一般 能拿到这种资源 能拿到国家这种钱的企业 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 非奸计刀 没有一个好人 所以我就在节目里老是说一些 有些人不太乐意听的话 我就是能接触到这些资源的 那真是非奸计刀 不是他们坏蛋就是骗子 这是为什么 前段时间美国出台政策禁运高端芯片以后 中方说没问题 我们都投了这么多年了 一千多亿都投下去了 我们就算给你们差距差一点 但我再加大把力气 再给一千亿总行了吧 先看看底下造的什么样了 发现底下这些企业拿了钱的 不是进展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是根本就没造芯片 没用在这上头 所以中芯集团 中芯国际 或者是什么相关的企业 抓了一大票 芯片业抓人的力度和覆盖的程度 有点像2015年股灾以后 中纪委联合公安部进入某些证券公司抓人的那个速度了 一抓一个准 真的没有人正儿八经去干这个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方在芯片上的发展会受到遏制 受到遏制 当然魏林林的文章也提到了 中国的低端和中端芯片生产还是不错的 有个数字就是中方自己能够自给自足的比例 已经达到了26% 所以日常的消费级的估计它够了 但是真正的高端芯片 美国这下给卡住了脖子 芯片我认为就是 未来任何科技行业 那个最核心的技术环节 掐住了芯片 就掐住了一切 甚至能掐住这个动态精灵 为什么动态精灵 一会儿重庆成都什么上海 动不动 这个扫码扫不动了 垮了 扫码难道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吗 不是 在笨的人随便调个公司 也会搞扫码这事 但为什么跑垮了呢 就是因为后边芯片跟不上 芯片跑不动了 所以很多事情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中国的科技实力并不像 习自己相信的那样 也并不像党媒所宣传的那样 所以在这一点上 美国已经开始动手了 双方 剑拔弩张 已经走到了两条道上 所以和中美之间的关系 好不了 那说起来 今天的中国更像九大当时的中国吗 那这样一个话题 我会放到下一期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具体的阐述 还要向吴强博士和何老板 发起挑战 请您先给我这期节目 点赞 打赏 并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谢谢 那我们在刚才的节目里面 仔细探讨了 为什么吴强博士和何老板对谈里面 把今日之中国 比喻成九大前后的中国 我认为 有一定道理 但还不是十分的贴切 那今天的中国更像什么呢 我觉得更像晚清时代的中国 这里面主要是和当时中国领导层 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这个三观和今天有高度的一致 和九大的时候还真不一样 为什么九大以后 毛泽东中来开始主动向美方示好 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主要是因为苏联搞掰了 另外当时毛和周 对中共自己军队的实力 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他们知道 打苏联都挺费劲 那美军的战力 比苏联人只强不弱 所以他们感觉到和美国硬掰手腕 第一是没必要 另外也掰不动 这是为什么他们开始全面的和美国 开始交好的原因 但今天的习近平不一样了 他真的是相信 叫东升西降 东治西乱 美国的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乱象 和今天中国这个变态清零 两相对比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习真的是觉得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 真到了他当全世界人类命运 共同体总设计师的时候了 这个心态和毛周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看看 当年晚清的时候 不就是和今天这个情况一样吗 今天有辽宁号山东号这些大航母 让全国上下的老战狼新战狼 为之兴奋 觉得哎呀我中国终于牛逼了 我也有航母了 可以在太平洋 掰一掰手腕 拿回台湾 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今天习的思路 和当年的 慈禧太后 李鸿章这些人 可能有一笔 我们看看当年的北洋舰队 和今天的航母 会不会发生一样的命运 当时北洋舰队在筹舰期间 以及筹舰正式建军以后 他们有两次访问日本 这两次访问日本的故事 让我觉得好像都发生在昨天 发生在二十大之前 比如说第一次 去长崎 当时1886年清朝的北洋水师 就访问了日本的长崎 但是到岸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北洋舰队500多名海军士兵 违反军纪上岸 在当地长崎的一家妓院 寻婚作乐 结果喝大了 喝大以后开始斗殴 妓院就报警了 日本警察来到以后 拘捕了北洋水师的士兵 并口头严厉警告后给他释放了 但是被抓的这个北洋水师的士兵 觉得受到了侮辱 我大清帝国大老远来你这视察 玩两个日本姑娘算啥 你们竟然对我还训斥 我嫖你们是给你们脸 然后这种大国的气势 大国的自豪 无法自意 他们就煽动了300多名 在日本的中国侨民 强行闯入日本当地派车所 袭击警员 袭警了 一名日本警员当场被水边给砍死了 另外一名被刺成重伤 遇袭受伤的警员不计其数 这个事情 北洋水师第一次访问日本 在日本就掀起了民愤 日本国民风起云涌 声讨来自这个大洋彼岸的北洋眷队 最后长期派这个警察大队 全部把这个肇事的水这个北洋水师的士兵 全部给抓了 但是李鸿章当时就对第一次访问日本出现这个事情 采取一个姑息纵容的态度 他觉得大清国多牛叉 对不对 另外我到你们这来水边上岸 瞟几个姑娘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在这种情况下 8月13号发生了这个冲突 8月15号就隔了一天 李鸿章竟然同意全体眷队放假一天 450名北洋舰队的水边仍然可以自由的登上长期的岸边 自由观光 那这个时候很多水兵就带了刀枪棍棒上岸 甚至有些就是从日本当地店铺买了这个日本刀 那因为前几天这个嫖妓纠纷带来的不满 那日本老百姓和上岸的这个观光的北洋水尸士兵很快就发生了冲突 又发生了很多的死伤 但这个时候早有防备的日本警察和数百名水兵就把这些人给分割包围 老百姓用石块开始砸北洋水尸这些人 北洋水尸方面有五人死亡 44人受伤 日本警察被打死了两个 20人受伤 长期市民也有很多人受伤 在这个事情之后 甚至已经入籍的大陆华人 中国华人也受到了牵连 因为你帮着北洋水尸打日本吗 那人家日本人一看你们这帮人在这待着干嘛的 然后掀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一个排华的浪潮 但历史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非常吊诡 非常令后人深思的一个场景 为什么呢 你看当时日本警察抓了北洋水尸的很多士兵 那北洋水尸就要求放人啊 日本就是不放 中间英国人还进行了调停 英国驻长期的商馆协助 但是日本外务厂就是不答应 那北洋水尸听到以后 就甚至动了什么念头 干脆和日本断交 然后北洋舰队就再长期水边停着了 用北洋舰队炮轰长期 当时的这个舰船的炮弹 都已经放在了发射状态 但是最终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 后来啊很多军事史家分析 因为当时为什么日本人显得比较软 那就是日本的海军啊还没有建成啊 当时日本的海军真的比北洋水尸水平啊 查出很多了啊 这个北洋水尸那些铁甲舰啊 五千多吨的这个载重量啊 载水量那都是从日本从欧洲定做的 日本人啊 舰都没见过啊 所以见到大洋彼岸过来的这个 清朝的这个北洋水尸啊 可以说大家都吓坏了啊 这是为什么北洋水尸水高起啊 上岸就嫖娼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心理的基础 那从军事的角度 如果当时北洋水尸啊 真的炮轰了长期 可能啊就把上在萌芽状态的这个日本海军啊 就消灭了 就没有后来的所谓的家务战争 但是历史没有这么发生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次北洋水尸啊 访问日本的情况 第二次啊 发生在1891年啊 那这个时候啊 北洋水尸已经正式成军啊 非常的威风 底下这几条件 每条件看着都像霸道总裁似的啊 贴甲 卫士啊 跟今天的航母效果是一样的 当时丁鲁昌在李鸿章的亲自安排亲自部署下 率领定远舰正远舰 志远舰近远舰 京远舰来远舰 六艘主要舰艇 组成的北洋舰队 访问了日本 这次访问历时40天 逛了不少地方啊 马关横滨长期都去了 第一站去的就是啊 马关 那我们观众朋友会说 那经过前几年的这个不愉快啊 中美中日双方 有这么大的疙瘩 会不会日本这次拒绝接待北洋舰队啊 不是恰恰相反啊 在这40天的时间里 日本啊 对北洋舰队全体官兵 极尽欢迎热情 东道组织能事 在那里受到的礼遇啊 极为隆重 日本的东京朝日新闻啊 这个进行了全程的详细的报道 7月9号的时候 日本天皇在东京亲自接见了 丁书昌和北洋各舰的管带 礼仪也非常隆重 日本的外相叫夏本武阳 在东京还搞了个游言会 搞了个大party 特地来欢迎北洋舰队的这些将领 那大清国吗 来人不往非得也 我大清王朝怎么能占别人的便宜呢 一定得体现出大清朝的这个厚道热情 然后就这红酒都想吐出来 实在是 这个不好意思 比如说日本法治局的一个局长 叫公伟齐三郎 写了一个回忆录我还看到了 他回忆当年 这个定远舰的官编啊 接见他们的这个场景 他说 哎呀 这个丁书昌和李京方两人 和北洋水师的军舰来宾一一握手 随后带领他们参观 整个的定远舰 定远舰里边的清洁啊 不亚于这手舰来自了欧洲 哎呀 我们真的感到中国已经成了大国 竟然已经装备了有如此优势的舰队 中国定将雄飞东洋海面 反观我国 口号这里说的是日本 反观我国 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 无法与中国相比 同行官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你看他卷舌啊 这个动作很很很详细 很很很生动 为啥吓得舌头卷起来 说不说话来了 当时的媒体也报道 哎呀 中国这个军舰啊 太厉害了 这一次清朝真的是在日本秀肌肉 自我感觉极其良好 我估计当时丁汝昌啊 这个甚至是远在后方的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这个李鸿章真的是觉得厉害了 我的国啊 太牛叉了 但第二次北洋水师访问日本以后 我们仔细看一看 到今天很多的资料也已经解密了 很多的这个回忆录 我们也看到了 现在看来 那是日本军方 日本的政界 要在日本国内制造扩充海军 军备的舆论 你没有理由怎么办啊 你怎么让国会多拨钱 买军舰 没有对照物 把中国北洋水师请来 就是最好的友军 趁此他们也对北洋海 北洋水师的舰支装备 规模作战能力 进行一次直接的摸底 也对中方关键将领的脾气水平 军事指挥能力 为人处事的特点 都摸了个一清二楚 当时日本舆论 用了这样的词 中国军队的威力 令人感到恐怖 当时日本政府 上上下下就下了决心 一定要加大日本的海军投入 建设一支 足以对付北洋舰队的海军 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那北洋舰队 果不其然 北洋舰队防御不久 日本当时的松方内阁 就提出了 5860万元的海军投出方案 计划在九年内 建造一万吨级的提甲舰四艘 学长舰六艘 1892年 日本新上台的伊藤内阁 开始搞大跃进 搞什么一万吨 直接上十万吨 1893年 日本天皇都坐不住了 你们太慢了 这么搞 我就要成了中国人的奴隶了 日本天皇决定 从在六年里面 从日本天皇 自己的费用里面 每年拨出三十万日元 并且我们有五百官 每个人的薪资 薪水抽出百分之十分之一 上缴国库 这是造军舰的专用费用 不得挪用 专款专用 到1893年的时候 日本海军 已经拥有了55艘军舰 已经发展成一支 可以和北洋舰队 相抗衡的海军力量 中日两国海军的差距 日渐缩小 所以到1893年的时候 到底海军 谁强谁弱 就说不清楚了 就说不清楚了 那大家都知道 1894年 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 北洋水师 在封岛海战中 再败于黄海海战 三败于五海卫 全军覆没 这就是北洋舰队 到日本秀鸡肉以后 最后取得的这个成绩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 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原因 那日本在进步的时候 中国在干啥呢 那北洋海军正式宣布成立啊 是1888年12月17号 但是从88年到1891年 这两年中间 北洋海军啊 没有能够新增一炮一箭 那时候海军技术啊 突飞猛进 日本是卯足了劲 造大战舰 为什么 就是因为啊 李鸿章和那个户部尚书 叫翁同和 他俩不和 这个翁同和 人家是户部尚书 人家是管钱的 管运算 不给北洋舰队拨款 购买新舰和炮弹 结果导致了啊 这支北洋海军的 北洋水师的这个炮弹啊 也上升锈了啊 零配件也买不着了 也没法维修了 只能勉强使用啊 所以真打起来的时候 就被日本给打了个全军覆没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的周章 讲这个当年的北洋水师啊 覆灭的经历 我觉得当年的这些人的心态和今天啊 那是极其类似的啊 老是觉得自己牛啊 而且啊 进退无据啊 你首先你派这个 你第一次访问日本的时候 你如此的放肆 让自己的水兵上岸去妓院胡搞啊 搞完以后还还搞出人命啊 而且搞出来以后还拒不道歉 还和当地啊 动了用炮轰长期的这个心态 这就是啊 太左了 太战狼了啊 这就跟今天的这个金灿荣 张维为啊 这个啊 还有这个环球时报的啊 胡锡进老师是一个德行啊 就会露袖子 嗓门大啊 没有半点礼节 让国际同行看着 看着非常的寒碜啊 这就是当年的这个这个情况 那有好归有好 那当你第二次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啊 你又大开大合 邀请所有的人不设防 爱看哪看哪 你把核心的机密拱手 让对方知道 你是不是受容于饼 这不是马上就会要倒霉的这么一个节奏吗 那现在的感觉 我们现在的战狼啊 跟当年清澈的战狼也有点像啊 那就是毫无啊 毫无外交官的那点风范 毫无国际外交常识的尊重啊 自己想咋的就咋的 自己觉得牛逼了 就想干啥干啥啊 厉害了我的国啊 派人到美国来 到欧美各国 耀武扬威 在当地啊 收买各种下三滥的爱国者啊 秀肌肉啊 威胁别人 只要有听不惯的 马上举报啊 帮人家回国啊 骚扰威胁 恐吓人家海外这些跟你意见不一样的这些人呢 在中国的家属 这不都是每天在上演的吗 那甚至这两天 大家我看到那个中国驻这个 曼切斯特的这个总领事啊 二十大的开幕的时候啊 有这个啊 香港同胞和同情当年香港事业的一部分人啊 在他的门口啊 游行示威立了几个牌子啊 那上面写的话 确实也不太重听啊 对我大领袖习主席啊 进行了悍然的啊 这个侮辱啊 但是这些东西的世界各地的这种游行示威里面 他都很常见 哎 但是啊 中共的外交官受不了了 竟然总领事亲自出面啊 一脚踢翻了一拉宝啊 然后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让领馆内的工作人员把示威者拖进了中国驻曼切斯特总领馆 进行了殴打啊 这一切镜头啊都 展现在全世界的老百姓 全世界的政客 军界的这些人面前 全世界哪有这样的外交官 而且事情出了以后 他们还发表声明啊 说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允许啊 有人啊 侮辱他们的领袖啊 这些港独分子啊 他们这个啊 罪该万死 他们啊 这个活该那意思 这种声明啊 更掉价 为什么 你是公权力 你是代表一个国家啊 那些人啊 不管他说的对还是错 他在使馆 领馆外面举行这种抗议示威的活动 在湘 在曼切斯特本地是合法的 那你动 直接动手 开始打人 而且群偶 而且总领事 头号外交官亲自下场 开打 揪人家头发 我看到照片很动 揪人家头发 这一切 我感觉 你让李鸿章当年到日本去 因为水兵嫖娼 和当地人打起来了 他也不会亲自下场 去抓人家 日本当地警官的这个头发 也不会把那些人 拖进中国住 这个长期的领事馆 一顿痛打 不合适嘛 对吧 丢人嘛 是不是 另外 与你的形象十分的不利 那你这样搞 你不就是让全世界来警惕你吗 不就是让全世界认清楚了你的嘴脸 要团结起来搞你吗 当年日本海军 为什么发展起来 那就是因为让北洋水师给刺激了吗 对吧 那今天拜登为首搞这个Quad 搞这个亚洲版的小北约 这个四方的这个机制 不就是 日本反制北洋水师的这个翻版吗 这一切都是愚蠢和蛮横带来的 所以从今天的局势讲 根本就不像什么九大 现在这些对世界的认识 对自己的判断 直逼刺激太后和李鸿章 甚至还可能不如 那事情会不会这么发展 咱们看看后边 我相信二二十大以后是中国的大卡尔 至暗时刻 后面的故事还会越看越启巴 会越看越搞笑 会越看越令人感觉到悲伤 所以我们活在一个荒谬的时代 活在一个身为黄种人 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羞耻的一个时代 但是世界大势浩浩荡荡 逆之则亡 顺之则仓 关于这一点 我还要再找一期节目 对何老板发起挑战 因为他在一期这个什么 叫什么节目来着 那个 华尔街论坛 他和这个艾瑞辩论的时候提起来 艾瑞一提民主自由 一提这些事情 那个何老板就驳斥了他 当然了 何老板也有他的道理 就是说民主自由这个转型 不容易 有很多失败的案例 比如说有阿根廷 比如说有韩国 比如说有这个 还有很多国家 最近我查了很多资料 我发现这些国家的转型 是不是成功 我们恐怕不能用国民生存总值的一个指标来看待 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指标 而且这个指标不是我说的 是联合国说的 咱们看看在这些指标里面 那些国家 他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那实际上这个指标叫 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 这是联合国搞的一个公开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为什么要搞人类发展指数 联合国自己的说法是 最终一切发展都以人的发展为基础 那么有几个核心指标呢 第一就是寿命 还有健康的这个程度 是不是健康 还有知识 就是这个人啊 是不是有脑子 有水平 接受一定的教育程度 还有就是生活水准 Decent Standard of Living 我只能简单的这么说 我们相信联合国的专家呀 为了搞出这个指数来 肯定在research 在这个科研的这个问卷调查 科研的这个严谨性方面 已经做到了极致 我看到这个指标的时候 我未知欣喜 为什么 我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 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叫自由人的联合体 今天的中国有半点自由人联合体的这个样子吗 但是我们看看其他国家 有没有做到这一点的 那根据刚才说的这个指标 长寿健康 一个指标 第二就是知识和教育 第三就是生活水准 这三个水准联合国的专家做出来了一个一个大表 一个大表 我给大家在这里列出来 在这里列出来 我们先看前28名里面 没有中国 没有中国 但是我们看到香港排名第四 香港排名第四 香港能在这么全世界的排名上排名第四 这证明了人家这个英帝国主义有一套 有一套 我们看在比较靠前的国家里面 有三个国家比较让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 新加坡第十二名 日本第十九名 南韩第二十名 这个表格里这个数字有点问题 应该是二十 因为他肯定是敲字的时候出现了一定的错误 应该是二十 这证明什么 这证明韩国的转型 完全不能算是失败 因为韩国的国民的整个的素质 他们的生活水平 他们的教育水平都已经排进了全世界前二十名 比以色列还要高 比法国还要高 所以我认为不能把韩国当成一个转型失败的一个案例来进行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表格 有很多的观点认为阿根廷转型失败 民主转型搞得不好 你看阿根廷人家排名47 不错 47 比意大利要高 比葡萄牙要高 比科威特也要高 那从这个角度讲 阿根廷转型转的也不错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团体 32 34 35 大家看到没 捷克波兰 还有立陶宛 这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这证明人家摆脱了苏联的统治以后 人家发展的也不错 32 34 35 这个排名不差 是不是 帮我后面你看匈牙利 连俄罗斯都是第52名 都52名 你看我说了这半天了还没看到中国呢 中国在哪 中国是第79名 诸位大家看到没 79 连乌克兰 整体老百姓 这个境况都比中国强 乌克兰排名77 中国排名79 伊朗 伊朗排名76 你说 你说这个联合国会偏袒伊朗吗 恐怕不会 伊朗还在被制裁呢 所以这个表格 我相信是个比较独立专业的判断 所以现在从这个角度讲 我列举这个表格 也主要是想分享我的一个看法 我们分析一些政治经济大事的时候 尤其是分析这个像转型是否失败的问题 不能只看着GDP 不能只看他的经济总量又发生了多少了 最后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国家的国民得到了多少好处 他们如何让自己得到了提升 只有这样 我另外才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本主义的观点 在这里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会把这个表格 这个来源 我给大家放到节目留言区的下方 愿意去就这个话题再做节目的 您可以去点击 直接就可以看到 我再次的欢迎您给节目点赞打赏 也欢迎您关注 平定天下这个频道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